从前有一个小女孩叫小红 她住在一个叫花溪村的地方 那里很美 有高山 清澈的溪流 绿树和美丽的花朵 小红非常喜欢探险 她决定去探索山上的一个洞穴 她带了一些食物和水 穿过茂密的树林和喧闹的溪流 最后来到了洞穴前 她开始向洞穴里走去 走了很长时间 洞穴里越来越暗 但是小红没有放弃 她继续向前走 最终找到了一颗漂亮的宝石 但是突然间 小红听到了一声巨大的咆哮声 原来是一条巨大的龙 小红非常害怕 但她知道不能放弃 她从背包里拿出一块肉和一瓶水 放在地上 然后向龙走去 龙嗅到了食物和水的味道 走向他们 开始吃东西 小红等到龙吃完了 然后慢慢地向洞口走去 她回到了花溪村 告诉大家她的经历 从那时起 小红成为了花溪村里最勇敢的女孩 不仅为了 写伴里面 上写伴里面 她的写伴里面 她们 都是写伴里面 是写伴里面